有请养生堂主持人刘静 全球维生素品牌善存特约播映 我是主持人刘静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 请大家一起来跟我看看大屏幕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 为什么说她是前国务卿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年年初的时候 她已经卸下了美国国务卿的这个职务 我想考考大家 大家还记得她当时卸任的原因是什么吗 有人说了 是因为她的健康亮了红灯 她好像不太舒服了 是不是 我记得那个时候看报纸 说有一位克林顿家族的内幕人士说 克林顿意识到 这可能意味着希拉里 她的政治生涯的终结 而且彻底粉碎了希拉里 想要有一天可以重返白宫 当总统的梦想 希拉里到底是怎么了 为什么这样的一位 英姿萨绒的女强人 就要提早地落幕了呢 我们还是请出今天的嘉宾 来为我们揭晓答案 掌声有请国家级明老中医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眼科的韦启平教授 以及韦老师的学术继承人 孙彦宏老师 有请二位 欢迎韦老师 欢迎您 大家好 孙老师您好 来请坐 我们来问问韦老师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希拉里的前国务卿 那么他的眼睛呢 因为大家知道 他当国务卿要说 对于美国还是很尽职的 到处飞来飞去 周旋 那个超劳国家大事 那么长期坐飞机 飞机有时候一坐着十几个小时 甚至更长时间 那么在飞机里 大家知道机舱里边空气不太好 那个西桌二氧化碳多 另外长期坐着 那么可以发生一种什么病的 我们眼科叫经济舱综合症 您说这叫经济舱综合症 我就更好奇了 希拉里以前跟克林顿出访的时候 人坐的可是空军一号啊 那么大的位置 人现在后来出访了 人也是国务卿 肯定也是什么头等舱啊 那种特别贵的位置 他怎么会上经济舱综合症啊 我们有一个新闻 我们先带大家看一眼 消息人士的话说 希拉里已经出现了视力下降 昏迷记忆力严重衰退的 这样一个症状 医学专家的原话是 由于希拉里经常花大量的时间乘坐飞机 他的一条腿上 可能已经形成了一个深层的静脉的血栓 而这个血栓呢 可能会游走到他的大脑附近 血液凝块可能会造成视神经受损 从而最终导致刚才你所说的失明 信任之后 希拉里会怎样做他的人生选择 但是目前来看 身体健康恐怕是他首先要面对的事情 因为我不太清楚希拉里的话 他有没有全身一些基础血管疾病 比如高血压啊 糖尿病啊 或者高血脂 但是他这个情况呢 就刚才里面说了 他是腿部的一个真筋脉的一个血栓 因为这个我们的血液循环 它是不断地流动的 它可能会这个逐渐往上走 然后经过心脏 那么如果循环到脑子里边 可能他就偏瘫了 可能就 有各种可能 对 如果循环在眼睛的血管 他可能就 一下子就血管堵塞 会失明 有各种可能 可是我们又会想到 都说科技最发达的就是西方国家 尤其是美国 全世界最厉害的科学家 都在他们那儿呢 那美国国务卿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那不是一去医院 分分钟就能解决的问题啊 是这样啊 就是我再接着说一个 还是从国外来的 因为我们北京有一个民派大学 有一位教授呢 到也是去美国留学 后来就留在美国了 移民到那儿 后来年纪大了 大概是在70岁左右的时候 他在美国呢 也得了一个 就跟希拉里的有点类似 就是突然一个眼睛 就看不见了 在美国呢 我当时记得他的病历 也是很多有名的专家都看了 但是这个老人呢 他是有基础血管疾病的 有这个高血压什么 但是在美国也是 就是说你这个可能治不了 后来他也很生气的 他就回到中国来了 在我那儿住院啊 我们经过这个必要的西药 另外还有中医 针灸 综合治疗 他的视力没有完全恢复啊 但是呢 比原来提高了三行到四行 视野也有扩展 所以他还是非常满意 你说提高三行到四行 就是那个视力表 视力表 能够看得下来点了 不是那么大在才能看见了 你原来只能看得最大的第二排 他看得第五排第六排 所以他自己觉得很满意 那得有零点五零点六了吧 差不多 那韦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在治疗他的过程当中 他是怎么治的呢 在我们中国的话 我们还会用一些 中医中药的一些手势 这样的话可能能提高疗效 其实呢 关于这个为视中医啊 还是有讲究的 包括我第四代吧 那个一直就是做眼科工作 已经有百年历史了 从我母亲 然后我母亲的父亲 然后他父亲的父亲就说 在这个晚亲的时候 您等会儿捋一捋 我外公 您外公的父亲 曾外祖父 对对对 他本身的话 在晚亲的时候呢 当时反正在江浙一带是名医吧 做金针拨张术啊 这个这个当时 就是说也是属于这个 当时晚亲时期的御医之称吧 那么到我外公这一带呢 卫生部成立中国研究院了嘛 然后就把我外公 还有我的母亲就调到北京来了 现场啊 摆了一堆家伙事 这拿起来有点费劲 怎么看还要有刀片啊 还有小锤子 那像斧头 这是什么呀 通眼道的这东西 通眼道 通眼道 雷道 雷道 雷道用的 通习雷道用的 我上眼科 眼科我就给我通过 你看过这样类似的东西啊 对 好 谢谢阿姨 阿姨您请坐 我看着孙老师在这点头呢 冲起雷道用的 这到底是什么呀 魏老师您给我们介绍答案吧 这个是那个 是我的前几代老人呢 做那个叫金针拨白内障的 主要是解放钱 那么当然这些工具都比较 出造了 看着是吧 上面还刻着名 像伟文贵什么 因为这些东西呢 解放钱用的 那么大家可能知道 国一大师 是唐优之 那么唐老师也是我的老乡 也是我老师和 也是我的领导了 因为我们的中医的东西啊 学术传承 然后要发展 那么唐院长呢 他就觉得这些东西呢 比较落后了 所以对这些器件呢 进行了改进 你看 这个做金针拨胀术 这个就秀气多了 这里我要说一下呢 可能有人就说到 这个白内障怎么回事 这个啊 中医做白内障手术呢 就切一个小口 就干 然后把这个里边 那个金状体 这是金状体 这是透明的啊 就拨的底下去 叫金针拨胀 而西翼呢 是开一个很大的切口 将近180度吧 150到180度 然后把这个拿出来 但是大家知道 这个镜片啊 它的眼球里边 不是没有作用的 它是一个 就跟照相机那个 一组那个镜头 它是聚焦的 这个镜头 大概有1000度左右 1000到1200度 你拿出来以后 它看东西就不清楚了 所以我们外边 要配一个镜子 那么过去呢 我们说这个技术 比较落后 设备也落后 我们只能是 像中医就扒在底下 那么西医呢 就是把这切开 拿出来 这个损伤很大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毛主席 他当时不能做西医的手术 因为当时我们 就国际上最先进的人工精力之路 没有引进 那么切口要开得很大 大家知道主席 是吧 那个全身情况 不是很好 有那个肺原性心脏病 不是很健康 所以不能够长时间的躺着 所以呢 我们唐老就给他用 金针波障术 做了手术 手术也很成功 实际就是个换镜片手术 那么你里边做的手术 外边配一个1000度的镜子 大家明白吗 配个1000度 而现在大家知道 技术先进多了 现在的话 我们做一个很小的切口 我们就把人工精体 搁在里边了 你看我拿的这个 就是里边有个人工精体 非常小 你看主持人你看一下 一个透明的小精体 现在的新技术 叫超身乳化 那个白内障吸出 然后呢 把这个东西 从那很小的一个切口 两毫米切口 放在里边去 所以技术非常先进 一个手术 也就十分钟左右就完了 我听说 为了表示 这个庆祝这个同龄院 成立108周年 他们有一个教授 那一天做了108个白内障 一天做了108 效率很高呢 效益很高 当然他有很多助手了 流水作业 给大家一点希望 如果遇到了白内障的问题 不要恐慌 这个手术啊 非常的小 而且速度也很快 很快的就能够 恢复我们的势力 您刚才也介绍了 你们这一阵啊 治疗过不少的 特别厉害的人物 好像跟国外的领导人 也有过沟通和交流 大家看 中间的那一位 中间这个白头发的 白头发的 这是原来越南前国家主席 胡志明 胡志明主席啊 他说如果南北不统一 我就不刮胡子 不结婚 那么当时他的眼睛呢 因为确实日益超老啊 后来就 我们中医叫报忙 眼底出血 眼底出血以后呢 他很信任中国了 我们中国就专门组织了一个 中西都有的专家代表团 其中中医呢 是我母亲跟我 也就是外公 等于他们妇女两个 代表中国的中医眼科界 去给他治病 那个 当然后来就是 治疗效果还不错了 以后这个胡志明 给他治好了 相对稳定了以后 他非常高兴 而且他说 南北统一以后 一定要 请我们中国的这些 给他治病的专家 到他们越南去访问 但是很遗憾呢 后来胡主席就去世了 但是他还是 把这诺言呢 他的后来人 后来就是我母亲 他们就是 就中国这个 就专家代表团呢 就去了越南 这个是胡主席 1966年寄来的贺卡 还有一大筐香蕉 还寄香蕉 当时的香蕉是很稀罕的 是吧 你不像现在 这么南北流通了 这么多 但是当时的香蕉很大 整个一筐 您还记得 当时吃到香蕉 这个印象很深 我是小孩嘛 就吃香蕉 就想多吃两个 他们说不能多吃 得给科里边大家分 对 那个是这个 和邻国友好的象征 因为一开始 我们就说希拉里 她这个眼部出了问题 是因为您说了 长期的这个 经济仓的综合症 血栓影响到了脑神经 压迫到视神经 可能会失明 可能她这种 长年以来 以前是出访 陪着老公 现在是自己出访 工作那么繁忙 普通人不太容易 得这个病吧 那我就也给大家 讲一个例子 就是说 我曾经碰到 这样一病人 她也就是一个 70岁左右的 一个老太太 那她呢 高血压病 已经好多年了 一直呢 也在坚持吃药 然后呢 医生和孩子呢 也一直在叮嘱她 你这个健康药啊 千万不能停 一定要坚持吃 然后呢 即便是血压正常了 也一定要吃药 她也很听话 一直都在坚持吃 但是呢 有一天 因为家里临时有事啊 早上就忘了 这几片药就都没吃 放到那了 然后呢 一直忙到晚上 快睡觉了 想起来 哎呀 今天的健康药没吃 大夫和孩子 都叮嘱要坚持吃药 那怎么办 要睡觉了 那也吃了吧 就一下子把这几片药 就在临睡前 就给吃了 吃完了之后呢 第二天早上 醒了 然后呢 就发现她自己 一只眼睛 下面 整个下面 有阴影在那挡着 然后呢 视力也下降了 看东西不清楚了 然后呢 赶紧就叫着孩子 去医院看了 那到医院来一看呢 是一个缺血性的 视神经病变 就是眼底也是缺血 引起来的一个病变 那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情况呢 就是说 我们通常说呢 这个缺血性的 视神经病变 常常在早上发病 一早上起来发病 这个呢 和这个人正常的 这个血压波动的情况 是有关系的 那人呢 一般在夜间的时候 血压呢 是一个相对偏低的状态 24小时里面 血压是一直在波动的 但是在夜间 它是偏低的 那这个老人呢 因为忘吃药了 又在晚上临睡前 吃了好多片的降压药 这样的话 就导致她夜间 有一个低血压的情况 然后呢 血压一低了呢 视神经这块 它的供血就不好了 出现了一个 缺血缺氧的状态 然后一早上起来呢 眼睛就发病了 现在的咱们普通老百姓 也经常容易得这种病 普通老百姓有啊 我在重医的这个 几十年中碰到 很多这种遗憾的事情 像一个小姑娘啊 她现在看不清楚 四五岁 到医院检查 说她是视神经萎缩 说视神经萎缩 没有什么好办法 她当时能看见 就说你随便 吃点药 去了很多医院 但最后呢 这个孩子是什么病呢 是脑子里边 长了一个瘤子 这个瘤子 如果你不拿出来 她不但视力没有了 她生命也危险 很遗憾 她到我这来看的时候 已经双眼没有光感 已经失明了 但是我从检查的过程 我觉得她 还是要排除脑子里长东西 后来一做核子公证 确实脑子里叫颅眼管流 后来做了手术 还做了嘎玛刀 现在这个孩子呀 已经是二十多岁了 在上海盲校毕业了 很遗憾 她的生命保持下来 但是呢 那肯定她的生活质量 说她是盲人了嘛 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的检查非常重要 很多疾病 都可以间接直接地 影响视神经 颅内的呀 全身血管的呀等等 包括不良的一些 这样抽烟喝酒 一些生活习惯 这是说实话 挺可怕的一种事情 这是一个什么病人呢 她是一直单眼视力下降 一直到下降下降到 只是眼前能够熟手 知道了 那么当时也都是说 她是视神经炎呀等等 但最后我们又给她做了一个 核磁公正眼眶的 结果发现她的 你看大家看的眼球后边 有一个是吧 淡灰色的 然后有一个小圆球似的 那个是什么呢 那是个肿瘤 是个肿瘤压迫的 在视神经里边长着 所以这个病人看不见很自然 但失明应该是一个 慢慢的就像您说的 一开始开始看不清楚 对 这是逐渐逐渐的 逐渐失明的过程 对 可能我们一开始觉得 我有失明的可能 我就会发现我的视力下降 有突然失明的病人吗 最近在我那住院的 有一个年轻人 是个大学生 那么她呢 是因为得了 是胸膜结合 胸膜的结合 两周时间 只有两周时间 两周时间 眼睛也是 很快的话 就接近失明了 就看不见了 这是药引起来的 药物导致的 她的很快 视神经 对 萎缩 视神经的损伤 好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我们现场呢 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药物 谁想说我上来 来判断一下 到底是什么样的药物 可能会导致我的 视神经受到损害 导致我面临失明的状态 来 先给大家看看 有什么药 这有 上 这吧 眼药水 有鼻腔喷雾 有抗结合的药物 也有抗风湿的药物 来 来 您在这儿 抗风湿的药 抗风湿的药 会有 损伤 视神经味 是怎么样 我觉得好像 它应该 应该有 应该有 其他的呢 这些药吧 我觉得它 有伤 肝 伤肝 伤肝它就影响眼的视力 为什么这两个药伤肝 那两个药不伤肝呢 这两个不伤肝吗 这个眼药水好像不会的 反正眼药水 应该是安全的 那抗结合药呢 抗结合药的这个药 也应该是 也应该是的 对 因为它 我觉得它就是伤肝的药吧 我明白 我总结一下您的看法 眼药水反正都是 往眼睛里滴的 怎么滴都没事 这三个 因为这个需要肝 来把它这个韵化 是吧 然后伤肝 所以伤眼睛 对 容易看不见 来 我们请专家帮我们揭晓一下 这几种药呢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类 这三个呢 可以放在一起 先来说眼药水 因为眼药水是我们最熟悉的 那不是说所有的眼药水 都会伤到这个眼底 伤到湿神经的 那样的话 所有的人都不敢点眼药水了 对吗 那我们眼药水里面提到的呢 主要是含有激素的眼药水 那么它呢 是有风险的 含有激素的眼药水 对 含有激素类的眼药水 那激素类的眼药水呢 我们临床用 比如说青年人做这个 近视眼手术 那做完手术之后呢 大夫都会让你点一个月的 含激素的眼药水 那第二个呢 我们来说这个鼻腔喷雾 这个鼻腔喷雾呢 最常用的就是治疗过敏性的鼻炎 过敏性的鼻炎 那么这类药里面呢 往往也是含有激素的 都是跟激素有通的 这两个局部用的 都是激素 那么这个抗风湿的药呢 就是常规的抗风湿药 有很多 其实也是安全的 那这里面我主要想提呢 实际也是激素 最主要的也是激素 那风湿病也好 或者是类风湿病 或者其他的一些呢 我们叫自身免疫性的疾病 这样的病人呢 他在临床上呢 经常要用到激素 可能在最开始 比如说急性发病的时候呢 他会静脉给你输好多激素 输几天冲击治疗 冲击完了之后呢 就给你改成口服的 然后呢 就一直要吃几个月的时间 甚至有一些 特别特别重的的话 可能一直就终生服药了 小剂量的激素 终生服药 那这个激素 这样长期用下来之后呢 不管是全身的 静脉点的 还是口服的 还是局部用的 那么它呢 都有可能会引起眼压升高 眼压升高之后呢 就是清光眼 那么这种清光眼呢 是一种激发性的清光眼 叫做激素性的清光眼 眼压高了之后呢 它就是 向前它没有那么大的扩展性 它就会向后压迫 向后压迫之后呢 就会压到后面的这个石神经 那石神经受压之后呢 它就是会出现 一个是一个机械性的 一个损害 另外呢 压迫之后呢 石神经的这个血液供应 就会出现问题 出现问题之后呢 石神经就会有些缺血啊 缺氧啊 然后呢 就萎缩了 那石神经萎缩了之后 我们就看不了东西了 视力就下降了 是这样提醒大家 你不管是点眼药水 还是喷鼻子 比方说有的哮喘病 哮喘的药很多都带有激素身份 一喷就好了 或者是泪风是需要全身用激素的 你不要忘记啊 也可能眼科代物比较关注 比方内科代物可能不太容易忽视这个 今天听了我们的这个介绍 一定要到眼科去看看眼压高不高 这非常重要 刚才说了 激素性轻光炎 也是不疼不痒 像强盗偷东西似的 把你的视力一点一点点挖走了 你一点都感觉不出来 眼睛失明了 就提醒大家 一定要遵医嘱 时间特别要控制 对对对 那抗结合药呢 刚才为主人最后举的那个病例 就是胸膜结合 然后呢 他吃的药里面有一种叫 乙胺丁醇 乙胺丁醇 那么还有一种药呢 叫一眼睛 这个是抗结合治疗里面呢 用的最常用的两个药 而且呢 也是疗效很好的药 但是这两个药呢 它就会选择性的损害视神经 所以阿姨啊 这四个让您选择 其实四个都要特别的注意 一定要重视了 眼药水不能随便乱用 来 讲得走一对阿姨 谢谢您 谢谢 可是偏偏万一真的有患者 需要用到这四种药物 咱们有什么办法 能够让它既用得好 又用得巧呢 如果再用这一类的药物 大家一定要及时地到医院 去进行视力啊 掩压啊 视野啊 这些相关的检查 测测掩压 对 在非常非常轻的时候 你如果发现有这个 视神经的毒性反应了 视力下降了 或者是你这个色觉出现问题了 那么就可以把药赶紧停用 停用之后呢 它很多毒性反应是可以减轻的 对 所以还是及时控制 而且也是可以治疗的 咱们能够不能够通过一些手段 自己在家也能够测试一下 我的视力是不是出现问题了呢 我们正常看刺身黄绿青蓝子 红的蓝的绿的 看得很清楚 那么如果说它哪天 我们叫获得性色觉障碍 视神经有疾病 也可以出现这个 就是对色觉的一些遗偿 我手中呢 现在有四个气球 不过我不告诉你 你这四个是什么颜色的 想上来查查的请举手 来 阿姨您上来 大哥您也上来 这位大姐你看 这是什么色的 这是什么颜色 绿色 黄的 我这手里的两个呢 这个是蓝的 这是红的 非常好 你们再捣换一下顺序 这没问题 捣换一下顺序 大哥你来看看 这位小兄弟你看 这个什么色的 灰色的 什么 灰色的 灰色的 你给他看这个 看看我这个 这个是什么颜色的 好像那种浅浅的那种浅黑色的 浅黑色的 那这个呢 这个 粉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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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这个呢 白色的 这是白色的 白色的 您看我今天穿的西装什么颜色的 绿色的吧 绿色的 为什么这大哥对颜色的判断跟我们那么的不一样啊 我这是蓝色的 它是我们的一个来自山西的一个视神经萎缩的一个病人 它就是视神经萎缩的患者 对 视神经有疾病 对 所以视神经有疾病的人一般都会有色觉障碍 色觉障碍 对颜色呀 尤其是红色绿色蓝色辨别不清楚 来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可能这个能更明确一点 您说一下 大家看这个大屏幕啊 左边那个是正常的 是吧 就刚才我们这位大姐看的这个正常的 是吧 红的绿的蓝的黄 非常鲜艳 但是呢 刚才我们这位同志呢 他看的颜色 是吧 大家都笑了 都不一样 他不是说妆的或者怎么样 他确实是视神经有疾病 所以他看到的颜色 视神经萎 都变成灰的了 一片灰蒙蒙的 看不清楚了 来我们来请这位大哥来讲 简单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张俊芳 现年三十岁了 我这个得着视神经继续炎吧 已经十二年的 十二年了 十二年的病史了 那您现在出行太不方便了 他主要是在发病期吧 会严重一些 在康复期的时候 他的专业还是照相的 天哪 那怎么办呢 我说是照相可能吧 大家不会生气 我自己也不敢生气 在你最严重的时候 您的生活状态大概是什么样的 在我这次发病最严重的时候吧 就是什么都只有公感了 现在我在倒水的时候 其实我在拿着 其实在家里吧 你说是拿暖瓶 倒水吧 这是家庭生活的 最简单不过那件事情 但是我把这边倒水的时候 我这样找不到水 我把水被打了 一次吧 可能是偶然的 但是这次吧 我又好几 打了两三 我感觉 我感觉 谢谢 那段吧 我感到很失落 特别特别失落 后来吧 到了咱们这边 跟文主任 然后我当时吧 就是说很及时的 第一时间 采取了那个治疗 就是重要 把他第一时间 把变强给控制住了 谢谢大哥 今天专门来到现场 我说为什么 他上来的时候 颤颤巍巍 可能他对这个颜色的判断 尤其我们这有台阶 判断的不好 特别怕摔跤 谢谢您 我们也希望您在 韦主任的治疗 可以顺利 能够迅速地恢复 最正常的状态 好不好 也谢谢这位阿姨 谢谢您 谢谢 来 掌声送给这位大哥 我扶您下去 来 慢慢走 慢慢走 咱们不着急 慢慢走 有一阶台阶 好 第二阶 好嘞 谢谢 天哪 我真的听说过 是神经炎 视觉障碍 色盲 从来没有 这么近距离地感受到 他对颜色的这种 完全不确定性 太可怕了 我们来看看大屏幕 大屏幕上给出的 四幅色彩的图片 第一幅最上方 左边的这个是正常 我们正常看到的颜色 是这样的 我们正常看到的 右上方的是 白内障的患者 所看到的图片 好像面前蒙了一层网格 就物理看花似的 好像蒙了一层 是吧 想把它擦干净 对 但是擦干净也看不清楚 对对对 视神经炎 就是左下方的这个 觉得好像颜色搞不清楚 有点模糊 对 会蒙蒙的一片 对对 最右边的就是眼底 黄斑病变 对 这个好像跟这仨 都不太一样 它怎么会有一些 融合的部分呢 您跟我们说一说 你们注意它这个 这个黄斑病变这张图 它旁边这个 相对还比较清楚 是吧 但是中间这块呢 就花了 好像有点扭曲了 变形了 所以黄斑病变 它主要表现为 正中间这块 看东西 线条变形啊 或者是有一个灰影啊 变暗啊 它主要是这个问题 黄斑病变 所以这是跟 十年疾病要鉴别的 不一样的 要鉴别的 就是看的中心点 焦点附近是模糊的 但周围反而是好的 余光能够看到的是可以的 对对对 所以这样的病人 是越想看清楚哪 他越看不清楚哪 越看不见 对 反而这余光能够看清楚 伟老师 那我有一个特别私心的问题 想问问您 我们录像啊 就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从一个特别黑的地方走出来 突然一下走到这眼波室 特别明亮 你看那么多探照灯照着 我会有的时候 就突然觉得眼睛一花 然后逛一会儿中 几秒钟可能就好了 这是不是说明 我有什么问题了 您要不拿您那小电棒 帮我测测吧 您不说这也是一种测量的方法吗 您也教教大家 照这个眼 再照这个眼 有什么不同啊 完了一会儿说我有问题怎么办 您没有事 也从我没有事 从我对我发现很好的 您教教我们 您怎么判断的好吗 这样我们观众在家 也可以进行自我判断 或帮着家人判断一下 因为这个光照啊 叫摆动实验 就是你一个呢 两边一定要公平合理啊 你不能这个眼 照了十几秒 这个照两秒 那就不一样了 因为你一照的话 瞬间瞳孔就小了 你再照过来这个眼 它这个又小了 那么我们一般在 控制在三秒钟以内 平均的啊 摆动几次 如果你是正常人 不会有问题 瞳孔的反应很灵敏 但是呢 你还不能照时间长 为什么 因为你照时间长了以后 它瞳孔就会慢慢变大了 它有一个叫光漂白现象 其实这个动作很好学 好 来我们教教大家 怎么来做这个试验 最大了 最小 最大了 你看 照着越照越明显 就如果照在我瞳孔上的时候是 它就应该小了 照你右眼 右眼小了 左眼还是原样 我照左眼 左眼小了 那么如果你右眼 比如说有了问题了 我一照以后 你稍微瞬间小 那么也就不到半秒钟 马上就大了 就可以判断出来 有没有哪位上了年纪的观众 可能怀疑自己的视神经啊 发生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看不清楚啊 各种原因 咱们上来来做一做这个试验 可能大家看得更明白了 那么激动就上来了 来掌声有请这位阿姨 时间就站起来了 我又看到它开始瞳孔缩小 它是双眼的 我为什么说它是双眼 都有问题呢 因为它没有这个 我们叫RAPD 相对性传入性瞳孔障碍 没有 但是它双眼瞳孔反应 都比较弱 都比较弱 它好像是慢慢地缩小一点 稍微小一点点 因为正常人很灵敏的 所以它呢 可能是有视神经萎缩 视神经疾病 对吧 阿姨您是有这样的问题吗 是 从85年就得了 85年 视神经萎缩 85年得了视神经萎缩 当时诊断你是缺血吗 他没说缺血 就光说视神经 那个视神经管坏了 因为我现在 没有做别的 更进一步检查 但是诊断很明确 双眼视神经萎缩 您视力多少 有0.1吗 视力0.1 以前一开始得那是 0.08 0.04 现在也就0.1 现在0.1都想上不去 0.04 对 它视力你看 它最大那个视力表 他刚刚 第一行 刚刚看见 可能看不清楚 另外您视野也有缩小吧 视野 对 视野也不好 就那老师在那 不是别的眼都讲潮 他看不见 是 他看不见 他只能看见一半 一会儿 一会儿我们看看 能不能给您点什么建议 在保护眼睛 恢复视力方面 来 打算送给这位阿姨 谢谢 这阿姨真是挺不容易的 85年的时候 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那是不是 如果像她这样的问题 我们早一点通过 您教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用这个光 来刺激看看 我们的这个瞳孔 对 缩小放大 是不是迅速 够不够反应迅猛 就能够提前发现 提前预防 我有一个病人很典型 当然那个病人 也是个血管 就跟希拉里是那个 他一只眼睛 也是在发病以后 然后呢 最后视力也不到0.1 很差了 到我那住院 我给他治疗 治疗以后呢 很遗憾 因为他到我这儿 这个眼已经将近 一年多了 那么 虽然经过积极治疗 视力稍微改善一点 原来是0.04 增加到0.08 算是有一点 轻度的效果 但效果不太理想 然后他就回去了 结果呢 很不信 他过了几个月 另外一只眼睛 突然也看不见了 他知道我的医院了 他马上就来了 发病两天就来了 他来的时候 视力也是不到0.1 就接近失明0.0几 结果我们经过 中西医疗治疗以后呢 视力恢复到1.0 视野也好了 所以就说 这说明什么呢 及时地发现疾病 及时地合理地治疗 还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怎么治的呢 所以我们这时候呢 要逍遥逍遥 知道逍遥吧 用逍遥伞来治疗 逍遥伞 对 逍遥伞 因为这我主辈 他们原来一直用 这个方子治疗 就像这个图片上展示的 用在临床上 用了好多年 然后呢 也救了很多很多的病人 让他们重见光明 那我刚才说呢 这个逍遥伞 实际上 它还是很有渊源的 这个要是要往前追的话呢 逍遥伞的这个方子 最先是出现在宋代 真正的作为一个方子 出现是在宋代 张卷月的这个 一家著作中出现的 那么这个方子呢 那个时候主要用于 复刻病 来治疗一些这个 干预血虚性的一些疾病 这个方子等于是 韦氏眼科的一个经验方 那您现在在治疗 比如说您说到的 这些患者的时候 都是用这一个方子吗 明目逍遥汤 因为这个药本身 已经有百年历史了 在百年历史的基础上 适当地进行了一点变化 这方子里边加强了什么呢 这里边有党身 党身是干什么呢 补气的 原来里边有狗鸡子 狗鸡子还保留 它是补肝肾的 又加了一位叫女征子 女征子 女征子很平和呀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 易肝肾 安五丈 强腰妻 明耳目 还有一个补虚风 还可以污虚发 你知道我们很多宫女 过去的宫女都拿着梳头啊 把女征子和身面 然后梳头 她女同时有污发的作用 所以是个美容的东西 很平和 说到了这个子雷药 明目的问题 什么是子雷药呢 实际上就是指植物的 这个种子 或者是果实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实际上就是 古代一家的一个 来源于实践 然后呢 又被实践证实的 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果实呢 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植物的这个精华呀 都汇集在这个果实之中 对吗 那么人的眼睛呢 也有这样一个说法 就是人的眼睛呢 是受五脏六腑之精气 所以呢 它是非常的这个明亮 非常的这个银润的 那植物的种子呢 果实也是这样的 所以这样 古代一家呢 就推断 那子雷 这个 它这个果实 应该有明目的作用 所以在这个 深冬本草经里面呢 它一共记录了 植物类的明目药 有五十八种 但是其中的 涉及子雷药的 有二十多种 也就是一半左右的药 都是子雷药 后来呢 这个临床实验也好 这个或者是一些药理实验呢 也证实这个果实的 这个种子 它里面 尤其是它的这个 培牙的这个成分 那里面的营养 是十分十分丰富的 还有大量的这个氨基酸 那我们眼睛这块 视神经也好 视网膜也好 所需要的这些营养呢 这个 这种营养成分 在种子里的含量 要比它的根 净业种的含量 要丰富得多 所以也就从这个临床 和实验的这个角度 来证明了 这个子类明目的 这样的一个理论 今天韦老师 也给我们带来了 好几种中药材 我们请二位 我们到台上 给大家讲一讲 您正在收看的是 北京卫视 由雀巢一养 独家冠名播出的 养生堂 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韦老师 教教我们 怎么样来对这 一二三十味药材 进行分类 看看到底用哪一种 比较好 这都是什么呀 这个大致啊 可以分两类 你看这边四盆 这是花草类的药 花草类的药 都是往上走的 都是有清肝 舒散风热 就清肝明目的一个药 这边六位药呢 都是子类明目药 你想有的五倍子啊 什么这些 地肤子啊 来肤子 它不是明目的 那么这六位药里 其中最典型的这个 像这个狗鸡子 大家看的这个 这是我们经常用的明目药 补肝肾的这个 那么你比方说 你这个有肝肾盈虚啊 眼干涩呀 都可以用 平常也可以嚼着吃这个 这个带点甜味了 像这个绝敏子的药呢 也是我们眼科经常用的 那么因为绝敏子的话 尤其老年人 你比如说眼睛干 或者说那个 有发红啊 灼热感 它本身是一个干凉的药 另外它还有润肠通便的作用 所以老年人如果 大便干燥啊 用绝敏子的话比较好 也可以合用 因为我们说这个 籽类药物 我们传统中医说 它有明目的作用 而且即使明目的话 它也有分类的 你比如说咱们打的 这个图上面 它分三类 一类呢是 性味 肝苦 偏寒凉的 以清泄为主 这是治外眼病的 治结膜 角膜病 就是眼红啊 眼肝啊 什么这些 治外眼病的 比如说哪些药物是这样的 约敏子 清香子 伤生子 第二种药呢 是性味比较干贫的 平缓的 它带点甜味 以补干肾类种 那就是说 这个最典型的代表 就是狗鸡子了 还有女真子 杵石子 等等这些药 第三种药 是性味 肝酸 色 性呢 温和的平 它本身是 收色 固托的 那么 这类药什么药呢 你比如说 浮盆子 五味子 所以说我们 主要就是强调什么呢 不要说 今天我在这一说 子类明目药 都去 盲目地拿这些药了 因为 这些子类明目药 它也是要辨症的 另外 有的子类明目药 它还可以治肩症 就刚才说的 比方绝命子 你比方 这个病人用绝命子 他本身 他这个 他大便很干燥 用绝命子 可以量大一点 已经有效果 对 反过头来呢 还有一种 你比如说 第二种药 它也有经济症的 它是以自补干涉为主 它本身有这个 有自应认兆的作用 所以说你 这个如果你脾气 比较虚弱 老师大便吸 就不太适合 用这个药 用得太多太久 所以不要因为 今天韦老师 你说这子类药物 特别好 咱就回家买 还是要根据 自己个人的体质 来判断 请医生判断 到底用哪一味药 合适 谢谢 我们把掌声 送给韦老师 谢谢给孙老师 谢谢 那我们普通的老百姓 在家有没有什么样 好的方法 可以让我们预防 这些问题 大家现在展示的 这三种呢 菊花 商业 萌花 菊花 大家可能很熟了 大家知道 有个起菊地黄汤 是吧 你就单独把这菊花 跟狗鸡子 拿出来就可以 就我们泡水 这个大家可能说 你说 我们都很熟悉了 因为这两味药 一个是补的 一个是清泻的 狗鸡子呢 它是补干肾的 所以说对眼干的病人 干眼症的病人 是吧 或者说长期看电脑 有视疲劳的病人 那么也包括 比方眼睛 稍微有点红啊 那个 这些都可以用菊花 或者菊花加狗鸡子 或者菊花加绝命子 都可以 商业的话呢 它也是一个 商业的药 它本身的话 它也有清干明目的症 但是它除了入肝筋 它还入肺筋 就是说比方说 我们有个叫商菊饮 治疗这个感冒了以后 咳嗽什么的 都要加商业 如果比如说你 眼睛有毛病 又有咳嗽 那你用商业泡茶 商菊加一块更好 萌花 萌花可能大家更生疏了 这个药其实是非常好的药 它是专门入肝筋的 它就入这一条筋 它本身的话 清干明目退役 最近我们医学人 也在研究这个药 这些东西 拿来泡茶 都可以 因为我也经常买这些东西 你起码一定要拿 100度的开水去泡 而且最好稍微煮一下 因为里边可能多少 会有点灰尘 你看它的皱褶很多 这样的话呢 可能会更好一点 您给我们推荐一个汤饮 我们叫古金萌花饮 古金草加上蜜萌花 这两个药 萌花你不要太多 有三到六克就行了 这些药都很轻的 大家知道内经有一句话 叫上焦如雨 非轻不举 就说我们眼睛在上边 你必须用一些 轻轻上扬的药 那么这两个药都很轻 那么这两个药 你看我写的是 沸水充泡 一定要是100度的开水 或者你哪怕煮一会儿 如果你要咸苦 没有糖尿病 可以搁点冰糖 搁点蜂蜜都可以 然后呢 你喝这个 什么情况喝呢 比方说你角膜病 那个急性气过去了 流下荧液了 或者说结膜有充血 红 那么或者说 眼睛里边灼热干 这些情况 都可以拿这泡茶喝 古金萌花饮 还是建议大家 如果出现了眼部的疾病呢 最好去看看大夫 听听大夫怎么说 那这也是 魏老师给出来的一个建议 我们在家呢 也可以尝试着饮用一下 然后再来看看大夫 再来看看大夫 再来看看大夫 感谢观看